这几十年来,我国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都发展迅速,尤其是12年交付了中国人自己的航空母舰辽宁舰,这一重大突破,既然国人兴奋,也让外国眼红。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之处,那时航母的螺旋桨,依然来自于外国人的手笔,中国还没有能力造出,可以推动几十吨的航母,在海面上航行的螺旋桨。 对于巨大的航母,自然需要信号巨大的螺旋桨,而且对材料也有严格要求,最重要的是,螺旋桨的扇线,角度都是需要精密计算得来的,对汉线的要求也非常高。 而我国在这方面缺少经验,很多大型船制的螺旋桨,长久以来,都是依赖国外进口,这些都是在研制中国制造的螺旋桨时的重重阻碍。 尽管如此,我国的一些专家,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,直到近几年,我国终于完全克服了上述重重困难,成功让辽宁建登换上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超大螺旋桨,填补了大型船舶制造业螺旋桨的空白。 目前我国有螺旋桨制造公司,开创了七轴五联动机床,这样制造的螺旋桨,加工最大直径超过12.5米,重达160吨,并美国的尼米斯基毫母的螺旋桨还要大,并且在速度上也提高了好几倍。 这重犯说明,我国在螺旋桨制造方面的巨大进步和技术成熟,而对于我国在这一领域近乎飞越的发展,外媒有点坐不住了,有的竟发出批评的声音,称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,会造成技术浪费。 这,这样的理由怎么看都太牵强了,其实就是外国看着中国在几年内,就掌握了一门如此重要的技术,眼红了而已。 而这也让国人认清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高精尖的技术,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,只有这样才不会显得被动,才会用话语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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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